2024又有不少新开拍录剧 这些CP阵容全都很强大 现偶甜宠剧CP有张灵鹤 赵金麦两人二搭合作樱桃琥珀 以及赵露丝 一口气搭档两位男神陈伟霆 及彭冠英 古装剧则有穆虚慈迪丽热巴 搭档陈飞宇 以及宇玲玲洋洋搭档张若南 以下2024开拍录剧8对王炸CP 迪丽热巴穆虚慈古装美出新高度 赵露丝皆与凤行导演新剧 2024开拍录剧王炸CP1 赵露丝 彭冠英恋人 赵露丝新剧《徐我要眼才刚杀青》 就马上有新剧官宣了 现偶剧《恋人》预计 将在今年10月开拍 这次合作的男星是彭冠英 导演是宇凤行的邓科 镜头没赶好 所以蛮让人期待的 而赵露丝 彭冠英两人 现实中相差了13岁 不过赵露丝每次配年上男星的CP火花都很强 除了先前搭林雨申的我 喜欢你互动 让观众课的上头外 《徐我要眼搭的》也是年上的 陈伟婷 所以这阵容官宣时 网友们都蛮看好这对CP 《恋人》剧情讲述研究生毕业前夕 阮鱼因兼职家教与藤毅相遇 阮鱼渴望在大城市扎根 藤毅则想逃离家庭的束缚 他们意外闯入了对方的世界 彼此吸引 却因阮鱼突遭家庭变故 二人的情感戛然而止 四年后 阮鱼留校工作 生活安稳 截然一身的藤毅回国创立户外用品公司 两人因高效体育联赛 再次产生交集 阮鱼重拾曾经的梦想 远赴海外深造 又过了四年 两人在参加行业高峰论坛时相遇 久别重逢的两人决定不再错过 勇敢为爱奔赴 2024开拍录剧《王炸CPR》 迪力热巴 陈飞宇 穆虚慈 穆虚慈虽然定角后风波不断 不过因为主演们全是高颜值 所以网上对这部的讨论度依旧很高 而穆虚慈 今年八月刚开拍 目前已有不少主演们的造型录透照 幅画质感很精致呢 而且迪力热巴 陈飞宇 铜矿石的火花也并不差 看起来没受到太多争议影响 确实是很新鲜的CP组合 女鬼王搭上小将军的人设 也吸睛 剧迷们可以期待一下 穆虚慈改编自小说《白日提灯》 剧情讲述天赋一禀的鬼王赫斯木 在修慕觅食时意外遇见了小将军段虚 不过带着他故人之物的小将军 似乎并非真正的段虚 两人你来我往互相试探 赫斯木终于了解段虚黑暗的过往 而段虚也发现赫斯木的孤独 寿命不过百年的凡人和四百岁 仍是少女的恶鬼 以爱意抵抗时间洪流的故事 2024开拍录剧《王诈》CP3 张灵赫 赵金脉 樱桃琥珀 张灵赫 赵金脉 今年合作的杜华年才刚波比 两人马上就官宣二搭合作了 虽然网友对他们两人 在杜华年的CP火花评价两极 不过这次二搭的是现偶甜宠剧 两人都很有少年少女感 外形与甜宠剧也蛮搭的 或许这次的CP火花会更强 再加上樱桃琥珀是正午阳光出品 从剧情到孵化都有质感保证 应该是不会踩雷 樱桃琥珀剧情讲述生活在小城群山的女孩林奇乐 小明樱桃从小被满满的爱包围着长大 九岁那年 她遇到了从省城来的转学生蒋乔熙 蒋乔熙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 而林樱桃选择执着的温暖地陪伴她 他们在十一年内经历了分离 重逢到最后真情告白的故事 2024开拍录剧《王诈》CP4 杨阳、张若南与玲玲 与玲玲的女主角也官宣了 确定是由杨阳、张若南主演 而古装剧《与玲玲》不只是 正午阳光出品 还找来了开端导演搭档 知否的编剧 制作阵容很坚强 而这也是杨阳既且是天下后 在演潇洒侠客 所以粉丝们都很期待 女主角张若南的古装作品 并不算多 不过古装造型很甜美 在外形上与杨阳搭档 应该也会蛮有火花的 与00剧情讲述 以身居玉前四品带刀护卫 的展昭 在收到固有留下的悬案证据后 只身探寻线索 却遭遇各方势力夹杀 在途中结识了财貌双全的 玲珑山庄大小姐或玲珑 以及满腔热血 以暴致恶的锦毛鼠白玉堂 志同道合的三人 在一次次出生入死后 逐渐靠近事情的真相 2024开拍录剧《王炸》CP5 赵露斯 陈伟婷 《许我要眼》 赵露斯的新剧《许我要眼》 刚宣布杀青 这部合作的是陈伟婷 与彭冠英一样都是年上男星 而且刚好都相差13岁 两人这次合作《许我要眼》 已经有不少路透照示出 两人的颜值搭在一起很上向呢 感觉CP火花会很强 再加上两人的角色人设很有看点 赵露斯这次挑战的是职场女强人 而陈伟婷 则是很适合她的腹黑霸总 后期甚至还会有追欺火葬场的情节 值得期待 《许我要眼》剧情讲述当红主播许颜 和都市精英 沈浩明是一对人人艳羡的夫妻 看似十分般配的两人 由于出生环境的差异 始终难以融入对方的生活 许颜靠着光鲜的主持人身份 和精心装点的身世顺利 和沈浩明步入婚姻 而这一切尽在沈浩明的掌握下 冲突来临时 许颜脱离沈浩明的掌控 一去不回头 沈浩明却发现自己早已陷入爱情 想要全力追回许颜 2024开拍录剧《王炸》CP6 白静庭 张若南 南哄 南哄作为偷偷藏不住的姐妹作 剧中角色桑严 温霜将的人气可不输段家许 丧志 而最后找来了白静庭 张若南主演 从官宣到杀青的热度几乎没断过 白静庭虽然睽違多年在穿校服 但依旧很有下制位置 匆匆那年中 校园男神的少年感 而原先大家对张若南的选角比较有意见 许多书粉觉得 和原著中美艳高冷的形象不太大 不过从目前释出的剧照来看 其实并没想象中为何 两人同框火花也强 就希望南虎开播后 能突出重围 成为黑马剧 南虎剧情讲述温义凡回到家乡工作意外遇见 高中同学桑严 久别重逢的两人一开始装不认识 后来却一次次巧遇 而在某次温义凡遭到邻居骚扰 决定搬家时 桑严的公寓 也意外被邻居家的失火波及 因错阳差下 两人决定和租后所发生的故事 2024开拍录剧王炸CP8 白露 曾顺熙 林江仙 白露拍完白月范新后 又接下了仙侠剧林江仙 而这部还是由白露的老板于正亲自操刀 于正甚至号称林江仙前三分之一比鬼怪好看 中间三分之一比黑暗荣耀好看 对这部作品信心满满 白露这次搭档的男星是曾顺熙 曾顺熙近年也接下不少古装剧 像是莲花楼 西夜雪等等 不止口碑不错 古装颜值也很高 所以搭档白露主演林江仙 这对CP呼声也不小 林江仙原名横门有胡 女主角是个平凡的女弟子 天资不强 没有无双的相貌 也没有绝顶的智慧 但却被九重天丹峡谷藏雷殿的大臣玄尊看上 结为道理 然而这在众人眼里天大的机缘 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险恶 驾进藏雷殿的女主 渐渐发现 她名义上的夫君 那位被四海八荒尊称为众神之首的男子 似乎对她怀有极大的恨意 2024开拍录剧王炸CP8 杨子 李线国色芳华 国色芳华 是杨子在长相思后接下的大女主 古装剧 搭档的还是寄亲爱的 热爱的二搭 但李线 两人的CP火花无敌强 还拥有不少死忠的CP粉 因此国色芳华官宣 定角后 热度及讨论度都很高 而两人的路透照 也已经在网上曝光 原先很多网友都蛮担心李线的古装造型 不过目前看来质感并不差 扮相相当帅气呢 国色芳华 讲述商甲之女和为芳丛 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中和离出户 她凭借培育西式牡丹的技能 涉足伤海 并与隐忍折服的天子 晋陈花鸟使蒋长阳做起生意 种花创业 二人也暗生情愫